就是第三题 这蛮简单 同一片3 设定什么呢? 这个Chu 1到3 然后跟4 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 所以底下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它本来的位置 假设本来的位置就是撑撕不起 就有高有低好了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这4个 特别是Chu 是哪几个 其实你可以透过什么? 你可以透过选取窗格里面 你可以看到你只要点选选取窗格 你只要点选其中一个 它这边就会有物件的名称告诉你 有没有 是第4 然后第1在哪里? 第1的话 其实点它一下 它框框就出来了 然后是第3 第3在这里 第2在这里 如果说你要全部都对齐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就把这4个一起选取 选择方法当然几种 第1个要不就选这边按Ctrl键 另外有个方法 其实点这边也可以 就是你如果不选那边 你点这边也可以 OK 然后选完之后的话 直接从上方的格式 格式里面就会看到有个功能 叫什么? 对齐格式 对齐 那你就对齐哪里? 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水平线 所以 不是水平至中 水平至中 记得是往下 靠下对齐 它就会在同一条水平线上面 OK 所以第1个 如果我今天希望让它们4个 把它对齐的话 那第3题就完成了 再来的话 投影片3 美妙的音乐这个 它左侧 插入一个动作按钮 有一个声音 所以一定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喇叭形状的图案 然后大小 大小这样的 位置 位置在哪里? 从左上角 它有一个位置的一个相对位置的一个单 是一个水平是2.03 然后垂直是这个 然后再输入替代文字 并且的话要有个涨声 并且把图案稍微样式变更一下 那怎么做? 首先第1个 我们一样切到PPT里面 然后底下的话 在这边要加一个动作按钮 所以插入 找到除按 那各位找一下 它在最下方 所以往下卷动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 类似像喇叭的一个形状 就这一个 有没有 动作按钮声音 就这一个 然后请你在 那个 左下角拖拉一个 这个 一个这个按钮 你会发现 它预设 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就会什么? 预设就是鼓掌 所以你按下它 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 没有声音没有喇叭 所以理论上应该按下它 它会有个鼓掌的特效出来 所以只要按确定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第几个 完成了它要的动作 跟鼓掌的动作 还有大小 位置 替代文字 然后还有样式 总共还有另外四个 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大小 大小在哪里设定? 其实这边就有大小 有没有 只是说大小之外还有位置 位置之外还有替代文字 其实特别重要 它的位置跟替代文字在哪里? 请你找到右下角有个小箭头 就在这里 有没有? 机关就在这里 按下它有没有? 按下它 这边就出来了 那你会看到这边是大小 这边是位置 这边是替代文字 一、二、三 所以你就分别怎么样? 把它的高度 它的宽度 这两个填上去 位置的话按照它的要求填上去 然后替代文字也分别把描述部分输入上去 这个部分就有大功告成了 OK 把它点下就可以 所以基本上的话 完成这个动作 那就大功告成了 我干脆直接拿完成档这个 这个来 假设做完的话 应该是长这样 反正按下它,它会鼓掌 然后它的大小 这个大小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从格式里面 这边点下去 就是按照题目要的 2.29 应该是吧 然后3.01 不对 高1.84 反正这单位的话自己再填上去 所以这个就高1.84 如果不是的话自己填 然后2.25 然后另外的话 位置部分的话 你就把这个缩小 然后它的位置部分的话 就是水平 水平多少? 水平2.03 15.27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2.03 然后垂直位置是什么? 15.0 15.24 OK 好 那这样的话就OK了 那你会想说 到底这个单位是怎么来? 其实水平就是从这个基准点在这里 是不是选错了? 是不是选错了? 到这边2.03 一直往下 到这边才是15.24 看一下 这个地方吗? OK没问题 里面的话就输入替代文字 积代文字输入上去 应该输入在这里的 至于输入什么 请各位自行再输入一个 OK 那输入完毕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就第5题 投影片4 当再看一遍的话就是跳到第1张投影片 并且播放鼓掌 那所以 最后一张这个 当我按下再看一次的话 我看预设这边点一下 它没有 它现在就结束了 所以它希望什么? 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可以 撬到第1张投影片 并且有鼓掌的音效突现 那怎么做 这个效果 把这个关掉 反正视窗变得太小 这也可以把它关掉 接下来的话 选取这个按钮 再来的话请你找到什么? 找到 在这边找到插入里面有一个时候的动作 插入动作 OK 如果我要跳到 第1张投影片的话 就选取它 然后找到插入 动作 动作部分的话 那它会问你说 你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要做什么? 按下滑鼠按钮要做什么? 跳到 第1张投影片 所以选第1张投影片 也就是说按下它 它会再看一次就从第1张开始 OK 播放声音的话 请你把它选择什么? 选择鼓掌 这边有鼓掌 鼓掌在哪里? 在这里 OK 这样的话就完成题目要的效果 就是按下它 它就跳到上面去了 你去播放给各位看一下 按下它 你从第1张开始 实际上背后应该是有个鼓掌效果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这个已经完了 最后还剩一几 我把这个讲完好了 OK 最后的话就是 在右下角插入一个什么? 终点的图案 终点图案 然后大小 1.08 2.25 跟刚好一样 那一样我们把这个切到这一张投影片 那记得终点 请你再插入图案 跟刚好一样 那刚刚是插入这个声音的部分 那它终点是哪里? 终点应该是我印象中是这个 最后这个 这个 动作按钮 等于是 最下面的第4个 点一下 然后在右下角拖拉一个按钮 大小先 大概就可以了 然后 按下它之后的话 就是什么 结束放映吗? 是不是 结束放映 我印象中好像是这个 对 对 结束放映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分别再去设定它的什么 按确定 再去设定它的大小 所以点这个 大小的右下角这个 小小按钮 设定它的大小 这个高跟宽 然后再来就位置 这个我想自己填一下 应该 然后描述自己填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有点像填空底把它填上去 最后的话 图片样式 就是什么 鲜明效 橙色 辐射式 在哪里 点它 图片样式 橙色 橙色是哪一个 应该比较像咖啡吧 橙的话应该是这个 所以这一排 色彩填满 橙色 刚好辐射式就这一个 所以点它一下 OK 辐射式吧 没错吧 对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做完这一集 所以请各位 试着把 最后把它存档一下 把这一集 有问题吗 没有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就按照上面给的讯息 分别完成就好了 画面再还给各位 这一集的话 我是觉得 最难的应该是在 这一集的第二集吧 因为第二集要按 按一下 进场 然后Dancer 它就会自己慢慢就飘过来了 感觉有点像 倩女幽魂 飞进来那个效果 你可以慢慢飞 然后 也许如果可以的话 你把106的变化体里面 加一些动画上去吧